26岁吴燕妮的爱情 小四岁富二代男友很贴心 曾和黑人运动员传恋爱绯闻 吴燕妮参加娱乐盛典 再次冲上头条 吴燕妮亮相某博静燃之夜 在采访中 吴燕妮还展望了巴黎奥运会 值得一提的是 吴燕妮这次参加娱乐盛典 她那位小四岁的富二代男友 未陪伴左右 吴燕妮走红毯时说 奥运目标是进入世界前吧 该说不说这份自信值得肯定 不过客观地说 她的能力很难进前吧 恐怕决赛都很难进 还有就是 吴燕妮的红毯造型属实有点夸张 网友评价道 按理说 只要中国运动员代表中国比赛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支持 吴燕妮本来形象也挺正面的 长得也很漂亮 跑得在亚洲范围内也挺快 如果能够再低调一点 反而可以吸引更多人喜欢 但是性格不张扬 那就不是吴燕妮 这次微博之夜 吴燕妮依然出尽了风头 哪怕是孙颖莎这种有成就 有颜值有流量的运动员 在吴燕妮面前 都抢不到一点风头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吴燕妮走红毯 她的小男朋友并未陪伴 伴随着吴燕妮越来越红 她的感情生活倒是越来越低调 说起吴燕妮的神秘男朋友 据媒体透露 她也是位运动员 更是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一些网友误以为 吴燕妮非富二代不嫁 其实 吴燕妮只是正好和这位富二代产生了爱情 也是吴燕妮的队友 她就是中国短跑新星乔真 主攻200米短跑 吴燕妮还没大红大紫钱 曾偷偷公布过自己的恋情 当时 她发布了一张与乔真集权的照片 并写下了这样一句情话 快乐与平凡最浪漫 其实 早前吴燕妮也曾和黑人运动员 传过恋爱绯闻 当时吴燕妮也曾在个人社媒上 写下动人的话语 那是2019年 吴燕妮在异国他乡写道 第一次在国外过年 我愿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健康如意 画面中的黑人运动员 也是一脸幸福状 那时是如此的甜蜜 不过后来却不了了之 对于如今的吴燕妮来说 爱情只是奢侈品 毕竟她已经是体坛顶流运动员了 一言一行都需要谨慎 伴随着那些逝去的爱情 和奥运前八的目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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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